大自然、手机、购物和海洋作为未来休闲市场的核心关键词被提出 大韩商工会所通过本月24日发布的 《休闲产业的未来趋势和应对课题》报告预测 随着韩国进入休闲支出规模剧增的国民收入2万美元时代 相关产业有望实现巨大发展 为此,大韩商工会所预测喜欢在大自然中享受休闲的人将不断增加 运动用品和登山、露营用品也被看作发展潜力巨大的产品 此外,随着可同时工作和休闲的移动手机休闲不断发展 应用程序和智能机器也将备受关注 能在一个空间里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综合购物商城 及海洋休闲产业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感谢您的观看